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经济被认为将成为中国、韩国和日本外长会谈的重点 中国工程师在联合阿拉伯球掌国完成了地球上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 提前于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为什么以色列、加沙战争可能会使中国在中东军用无人机市场变得复杂化 中国与缅甸开始实施实弹演习 以测试安全性 因军政府与叛军发生冲突 天然气管道老化了 监管机构会允许公用事业公司对其进行投资呢? 请大家收看 经济被认为将成为中国、韩国和日本外长会谈的重点 南华早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与日本和韩国的外交部长进行四年来的首次会晤 这次在韩国釜山市举行的三方会议是在东京和首尔越来越倾向于与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站在一边的背景下进行的 分析人士表示 这次会谈表明了各国在努力缓解紧张局势方面的积极外交势头 但由于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和来自华盛顿的压力 关系的显著改善是不太可能的 他们预计部长们将讨论加强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方式 朝鲜问题也可能成为议程的一部分 中国工程师在联合阿拉伯酋长国完成了地球上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 提前于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南华早报 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太阳能发电厂 阿尔达法拉太阳能光伏项目已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完成 该项目位于阿布扎比附近的沙漠上 占地20平方公里 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 预计该太阳能发电厂将帮助阿布扎比每年减少240万吨碳排放 并将清洁能源占整个酋长国能源消耗的比例提高到13%以上 该发电厂在正式启用之前已经产生了36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 为什么以色列加沙战争可能会使中国在中东军用无人机市场变得复杂化 南华早报 中国先进的无人机技术可能帮助该国在中东扩大其国防工业 尽管该地区在以色列加沙战争后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在最近的迪拜航展上 有超过30家中国商业和国防承包商展示了他们最新的航空器和武器系统 重点是无人机 中国在过去10年已经向包括阿尔及利亚 埃及 伊拉克 约旦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在内的国家 出口了超过280架作战无人机 该国计划通过使用智能技术继续发展其军事力量 并承诺加快无人作战能力的发展 中国的无人机因其灵活性和相对较低的成本而受到中东国家的青睐 然而 中国可能面临将其系统与西方北约起源系统整合的挑战 美国已警告中东国家 如果他们将过多的中国武器和装备整合到他们的军队中 他们可能会失去获得先进美国武器系统的机会 中国与缅甸开始实施实弹演习 以测试安全性 引军政府与叛军发生冲突 南华早报 随着缅甸执政军政府与武装叛乱组织之间的暴力冲突加剧 中国军方与缅甸进行了实弹演习 这次演习在中方边境进行 旨在测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快速机动 边境封锁和火力打击能力 这次联合演习是因为中国边境安全面临来自北方叛乱组织的协同攻击威胁 中国要求缅甸保证边境安全 而缅甸自今年军事政变以来一直在努力维持稳定 天然气管道老化了 监管机构会允许公用事业公司对其进行投资呢? 华尔街日报 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拒绝了公用事业公司维护老化天然气管道的支出请求 监管机构担心增加或更换管道可能导致资产滞留 并可能限制未来对燃料的使用 几个民主党州和城市计划禁止或限制家庭和其他建筑物使用天然气 日本和中国外交部长承诺改善双方关系 日经亚洲 日本和中国的外交部长承诺共同努力改善两国之间紧张的关系 这一承诺是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建立互利共赢关系的协议之后做出的 外交部长在与韩国外交部长嫖禁举行三方会议之前举行了会晤 这是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会议 讨论的议题包括中国对日本海产品进口的禁令 以及中国拘留的日本公民涉嫌间谍活动的释放 斯里兰卡将于周一批准中石化45亿美人的炼油厂提案 路透社 据斯里兰卡能源部长称 预计斯里兰卡将于周一批准中国国有炼油公司中石化建设一座价值45亿美人的炼油厂的提案 这座炼油厂将是中石化在中国境外扩张的突破口 这项投资也符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该倡议旨在促进全球贸易基础设施的发展 参与中国声纳事件的澳大利亚军舰开始在南中国海与菲律宾进行联合海军演习 澳洲ABC 澳大利亚军舰图文8号 HMS Tuomba已开始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海上巡逻 此前 该舰卷入了与中国军方的一起危险声纳事件 联合军事行动包括菲律宾海军舰艇 菲律宾空军侦察飞机 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侦察飞机和图文8号 联合巡逻旨旨在促进和维护有争议地区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这发生在中国与南中国海其他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继续升级之际 全球买家更青睐大型汽车抵消了清洁技术带来的收益 电动汽车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美联社 根据全球燃油经济倡议的一份报告 运动型多功能车SUV的日益普及显著阻碍了减少乘用车对气候的影响的进展 SUV现在占全球新车销量的一半以上 而2010年的比例约为20% 由于二氧化碳排放与燃料消耗成正比 这一趋势意味着如果人们继续购买与2010年相同尺寸的汽车 2010年至2022年间车辆排放量本可以下降超过三分之一 巴基斯坦购物中心火灾 造成至少10人死亡 纽约时报 巴基斯坦卡拉奇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火灾 造成至少10人死亡 数10人受伤 火灾起源于建筑物的二楼 迅速蔓延到更高的楼层 导致许多人被困在里面 火灾的原因仍在调查中 卡拉奇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 消防设施不足 由于建筑物缺乏防火和消防系统 历史上发生过多起致命火灾 这起事件凸显了对建筑安全规范的忽视 以及将利润置于安全之上的优先考虑 特斯拉对丰田是汽车界的新热门对决 华尔街日报 最近美国电动汽车EV销售增长放缓 与此同时混合动力汽车销量激增 这对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 马斯克对未来的愿景构成了挑战 丰田开创了混合动力技术 目前对EV的热情使许多人相信 混合动力汽车将被逐步淘汰 然而 丰田的混合动力车型比EV更实惠 并且在美加轮油耗方面 获得了一些电动化的好处 而无需定期充电 香港地铁局将部分退出瑞典火车运营 日经亚洲 由于海外业务亏损 香港铁路和房地产公司NTR将于2024年 退出其斯德哥尔摩铁路业务之一 该公司在瑞典铁路运营中 面临人员短缺和维护问题 导致服务减少且不可靠 NTR的海外业务收入 在2022年达到创纪录的总收入的55% 但该部门亏损了1.6亿港元 2050万美元 该公司可能会对其另一家瑞典铁路运营 进行全面审查 并可能需要检济 在意大利计划举行反对对女性暴力的集会之际 涉嫌杀害年轻女子的嫌疑人被引渡回国 美联社 一名意大利男子涉嫌杀害前女友 已从德国被引渡回意大利 21岁的菲利波 图雷塔被认为杀害了22岁的朱利亚 窃窃地 后者在与她在威尼斯附近的一个购物中心会面后失踪 她的尸体于11月18日 在阿尔卑斯山附近的一个湖泊旁的沟渠中被发现 窃窃地的被害引发了意大利的愤怒和悲痛 许多女性认为父权主义态度在该国仍然根深蒂固 意大利内政部的数据显示 今年该国有106名妇女被杀 其中55名据称是由伴侣或前伴侣所为 中国表示 美国驱逐舰未经许可进入其领海 雅虎 中国军方指责美国海军驱逐舰或破未经允许进入其领海 作为回应 中国军方部署了自己的海军和空军力量 中国军方表示 这一事件表明美国在南中国海是一个安全风险制造者 此前几天 中国指责菲律宾利用外国势力巡逻该地区 11月初 美国和中国就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海上问题进行了会谈 韩国德书城 纽约时报 位于韩国泊州的泊州书城是一个卫星城市 已成为该国的图书出版中心 该城市拥有约900家与图书相关的企业 以其书店、图书馆和出版社而闻名 韩国的图书产业曾经分散在各地 但通过开设泊州书城 政府旨在生产和分发该国文化的大部分 来访者可以在中央图书馆智慧之森的书架上 浏览数以万计的图书 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开始在南中国海进行巡逻 德国之声 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进行了联合空中和海上巡逻 以应对中国在该争议地区日益强硬的立场 这次巡逻持续了三天 旨在展示两国对航行自由和国际法的承诺 此举是继菲律宾与美国进行类似演习后的又一次行动 尽管2016年国际仲裁庭做出了相反的裁决 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立场越来越强硬 声称几乎将该地区全部视为自己的领土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表示 由于需求飙升 向中国的天然气出口达到新高 雅虎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sprong宣布 其对中国的天然气供应已达到历史新高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要求的供应量 超过了Gasprong的合同义务 导致Gasprong创下了对中国的日常天然气供应新记录 Gasprong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已签署了合同附录 已提供额外的供应至2023年 第六章 挣扎与希望 纽约时报 印度尚未找到一种有效利用其众多优秀年轻女性的方法 拥有优厚福利和终身安全的政府工作 仍然是数百万人的梦想 根据政府统计数据 2021至2022年招聘期间 有1867-1121人申请了印度中央政府的工作岗位 但其中只有38850人真正被推荐获得工作 成功率仅为0.2% 相比之下 该年哈佛大学的录取率为4% 高出20倍 从表面上看 考试成绩似乎显示了印度女性的进步 例如 在最近的公务员考试成绩中 前4名的分数都是女性获得的 而且25名中有14名是女性 国内媒体报道了这些年轻的考试尖子生 语气通常是为奥运奖牌得主保留的 但是 印度公务员职业仍然存在深层次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卡尔卡塔的布拉伯恩女子学院政治学家 印度公务员职业女性问题的作者特里吉塔 钢萨尔维斯表示 钢萨尔维斯说 歧视和骚扰阻碍了女性的职业发展 但是 往往从早期开始 许多年轻女性在备考时间上比丈夫和兄弟少 男性的职业始终是优先考虑的 他说 一直都是这样 伊朗表示 他促成了上周五释放10名泰国人质的事件 路透社 伊朗声称在周五协助释放了10名泰国人质 此前 他们向巴勒斯坦组哈马斯提供了名单 泰国外交部和议会发言人向伊朗提出了这一请求 泰国政府表示 仍有20名泰国公民被哈马斯扣押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负责观察并报道六度世界新闻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精彩的新闻报道 让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首先 中国 日本和韩国外长会谈成为了焦点话题 这次会谈表明了 各国在努力缓解紧张局势方面的积极外交势头 然而 由于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和来自华盛顿的压力 关系的显著改善是不太可能的 其次 中国完成了地球上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 这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 将有助于减少碳排放并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 再者 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局势并未阻碍中国在中东扩大其国防工业 特别是无人机技术的发展 然而中国可能面临将其系统与西方北约来源系统整合的挑战 此外 中国与缅甸进行了实弹演习以测试边境安全能力 这次演习是因为中国边境安全面临来自北方叛乱组织的协同攻击威胁 另外纽约和加州拒绝了公用事业公司维护老化天然气管道的支出请求 这引发了对天然气管道的投资问题的讨论 最后 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开始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巡逻 以应对中国在该争议地区的强硬立场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新闻报道 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